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12月13日星期五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大洋新闻频道中国新闻栏目 我是频道主持人岳哥 真实报道热情发生追溯地球村的中国光影 今天的重磅消息比较多 请您耐心的收听收看 先看头条 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已经签署 特朗普留了伏笔 北京还没有说自己是胜利者 综合媒体的报道 美中两国已经在原则上达成了双方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而特朗普已经在华盛顿时间12月12日签署了这份协议 协议的详细法律文本目前还在完善之中 而截至北京时间12月13日早上8点 中国大陆的官媒方面没有任何相关报道 这份协议的核心内容从框架上来看目前是非常明确的 在美国方面 华尔街日报星期四12月12日上午就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来介绍 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提出了取消定于12月15日开征的新一轮对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 同时将现有的对价值36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降低一半 以换取中国承诺大笔采购美国农产品改善保护美国知识产权 以及扩大中国金融服务领域的市场准入 而在中国方面 中国大幅度购买美国农产品是肯定的了 但具体数字目前只有大概的参考 美国之音的报道就显示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曾表示 中国承诺在协议达成的第二年内 每年采购400亿到5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 就现在的情况来看 美国保留了部分关税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指 美国专家就认为保留部分关税 可以使华盛顿对北京在执行协议方面 具有一定的约束力 并推动北京继续就双方更为棘手的问题 举行新的谈判 而一旦北京没有兑现承诺 华盛顿将把关税恢复到最初的水平 当然也有评论人士认为 把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水平降低一半的 让步尺度过大 因为出口商和进口商 应对7.5%或12.5%的关税 相对要容易很多 华盛顿智库 美国企业研究所常驻研究员 史建道就对美国之音表示 美方减让一半水平的关税 的确是比较大幅度的让步 但中方也需要做出坚实的采购承诺 他告诉美国之音 美国要求中国做出强有力的采购承诺 但直到上周北京都没有同意做出这些承诺 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加里则对美国之音表示 50%可能只是美方提出的减少关税水平的上限 而具体数字可能会取决于中方承诺的采购数量 他表示 我期待的是12月15日的那批关税会推迟 而以加征关税的降低幅度会在5%至10%不等 除非中方做出重大的采购承诺 而特朗普并没有放弃他的全部武器弹药 那么根据加里的说法 美国的让步比较大 但特朗普也留有伏笔 现在舆论普遍关注的是第一阶段协议的法律文本 因为文本细节才最有说服力 文本细节据报道仍在拟定当中 一位前贸易官员在接受路透社的采访时就表示 魔鬼在细节之中 文本细节处理不好 一些持久的不同意见就会再次冒头 而截至北京时间12月13日上午8点钟左右 中国大陆的官媒没有任何关于第一阶段协议已经达成 而特朗普已经签署的相关报道 而根据美国媒体此前的报道 无论是特朗普还是习近平 都希望让自己看上去更像是贸易协议谈判的 获胜一方 接下去的消息 李克强放风 民生再不稳 我们真不稳 中国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在12月10日到12日在北京召开 会议指出中国经济稳中向好 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变化 实现2020年预期目标要坚持稳自当头 会议还提出要确保民生 特别是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和改善 而民生方面还包括住房以及猪肉供应等问题 综合大陆媒体的报道 中央经济会议已经在12月12日在北京结束 中共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中总结了2019年经济工作 分析当前经济形势 并且部署了2020年的经济工作 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2020年经济工作做出了具体的部署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召开的年度最高级别经济工作会议 会议除了对当年的经济形势做出研判之外 还会对来年的经济工作做出部署 因此是观察中国经济情势和政策走向的重要窗口 再回到这一次的经济工作会议 会议就针对当前中国内部的挑战指出 中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 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公关期 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 所以经济下滑的压力加大 而在外部挑战方面 会议则表示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 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 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变的特征更加明显 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 因此中国要做好工作预案 会议还对经济局势做出了判断 指中国经济稳中向好 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实现2020年的预期目标 要坚守稳自当头 坚守宏观政策要稳 微观政策要活 社会政策要脱底的政策框架 会议还明确 2020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和13.5.2016年至2020年规划的收官之年 要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为14.5.2021至2025年发展 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打好基础 所以做好经济工作十分重要 这一次的会议也确定 明年要做好多项重点工作 特别是在民生方面 这些工作就包括要确保民生 特别是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得到有效保障和改善 要加快恢复生猪生产 要坚持防住不炒 做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等工作 此外这一次的会议还指出 要完善和强化六稳 也就是稳就业 金融 外贸 外资 投资 预期等举措 要健全财政 货币 就业等政策 协同和传导落实机制 确保经济运行 在合理区间 目前中国的官方数据就显示 今年前三季度 中国经济成长率分别是6.4% 6.2% 以及6.0% 中央社在报道相关消息时就指出 许多分析认为 中国今年全年经济增速仍可达6% 但也有观点认为 如同2012年各方争论 中国经济成长率是否会破8的情况 2019年全年经济成长率破6 看上去只是时间的问题 根据报道 除了习近平 李克强 中共中央政治局 另外五名常委 栗战书 汪洋 王沪宁 赵乐际 韩正 以及中共党政军部门 和地方政府有关官员 出席了这一次的经济工作会议 接下去的消息 建金融城 习近平下令把糖给到澳门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在下星期访问澳门 宣布一系列的新政策 旨在把澳门这个依靠博彩业经济的城市 打造成为一个新的金融中心 这些新政策被认为是北京在冷落香港 嘉奖澳门 12月20日 习近平将出访澳门 出席澳门回归中国20周年纪念 路透社的报道指 在习近平访问期间 他将宣布一系列利好澳门的政策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官员就表示 习近平明确指出 他希望澳门的经济多元化 未来的重点是旅游业和金融业 使澳门发展成为像新加坡那样的国际会议中心 有相关的官员和高管们就告诉路透社 中央政府将给澳门的政策 是设立一个以人民币计价的股票交易所 加快推进已再进行的人民币结算中心 以及拨给内地土地给澳门进行开发 澳门的新交易所初期将侧重债券交易 鼓励当地和中国公司在澳门交易所发售债券 而澳门交易所还将侧重来自葡萄牙与国家的初创公司和目标公司 确保其不直接同香港或深圳的交易所来竞争 知情人还介绍 北京命令国有银行和企业帮助在澳门建设基础设施 帮助实现金融多元化 中国官员和香港的银行家们也表示 推动澳门发展金融基础设施 是避免香港市场任何重大干扰 从而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的计划的一部分 他们强调 这个设想不是要让澳门取代香港或者损害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 而是一旦香港局势恶化 中国有一个应急的计划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官员就表示 以往金融业是我们中国为香港保留的 我们过去把所有的优惠政策都给了香港 但现在我们希望多元化一点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中国的中央政府还将宣布澳门将加入北京支持的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 中国的官员和澳门公司的高管称 习近平还会宣布进一步融合澳门和大湾区的政策 作为这项政策的一部分 中央政府将向澳门拨化珠海市横秦岛的部分土地 用于教育和医疗用途的开发 报道还显示 中国中央政府此举被澳门的官员和公司高管看作是澳门 因为避免了反政府抗议而得到的一种嘉奖 而临近的香港反政府抗议已经持续了六个多月 中央政府称赞澳门坚定维护一国两制的制度 同澳门相反 中国谴责香港的反政府抗议 指责示威者在这个金融中心破坏国家稳定 接下去的消息 美国对华鹰派又少了一人 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部的助理部长薛瑞福 已经提出了辞呈将于年底离职 由于在台湾、香港、新疆、美中竞争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强硬立场 薛瑞福一直被看作特朗普政府内的对华强硬派 有观点指薛瑞福离职是因为他对无法将自己的政策理念 推行到国防部和白宫感到失望 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发言人乔纳森在星期四12月12日告诉媒体 薛瑞福因为家庭原因准备离职 但是根据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的介绍 消息人士就表示 薛瑞福可能是因为与国防部的负责政策的副部长约翰·鲁德有矛盾而离开 薛瑞福对自己无法将自己的政策理念推行到国防部和白宫感到失望 特朗普总统就任后将前总统奥巴马的重返亚太政策改变为自由开放的印太政策 薛瑞福自上任起就担负起主导并执行这一政策的关键角色 美国军事时报曾介绍 美国的亚洲盟友对薛瑞福的看法是积极的 把他看作特朗普政府防务问题上传统的共和党声音 薛瑞福被认为是鹰派 有很多原因 首先他是第一个用集中营来形容新疆再教育营的美国官员 薛瑞福当时的言辞被认为是美国政府对中国当局新疆政策的最强烈的谴责 薛瑞福和台湾长期友好 也被认为是特朗普政府中台湾最强大的支持者之一 他还发起了加强与台湾关系的运动 薛瑞福也曾就香港反送中视为表态 他说美国百分百支持港人争取中英联合声明所保证的基本权力 他还强调美国不会因为担心被指责为香港抗议的幕后黑手而改变自己的原则 薛瑞福在2018年1月起担任亚太事务的助理部长至今 和他一起被称为特朗普政府对华鹰派的还有两位负责亚洲政策的最高官员 一位是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达伟 另一位是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博明 他们都认为有必要拒绝中国在亚洲的扩张主义 包括南中国海和太平洋地区 接下去的消息有些哀伤 六名游客的遗体被纽西兰官方带回大陆 12月13日星期五的上午 纽西兰官方人员已经登上了白岛 将六人的遗体带回到了大陆 还有两名游客的遗体没有被发现 白岛火山12月9日下午2点11分爆发后 纽西兰官方拒绝登岛查看和救援 原因是火山24小时之内再次爆发的几率是50% 白岛火山已经四天没有再度爆发 官方终于在压力下行动了 我在12月10日曾经发回过现场的报道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频道里找到 收听并收看 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播报 这里是大洋新闻频道中国新闻栏目 我是频道主持人岳哥 真实报道热情发生追溯地球村的中国光影 同时也非常期待您的评论 订阅和打赏 来支持我本人岳哥 来支持大洋新闻 来支持独立的新闻报道 非常感谢各位